记者杨金城台南报道,台南市麻豆区北极店普祭祀,今天举办寒冬送暖公益活动,有163户若日户受惠,台湾大台南发展促进会21日,则将在新营举办寒冬送暖,1600户若户围炉,捐赠慰问金和物资。 北极店普祭祀,今年在筹募数百份生活用品及慰问金,在庙城发放给麻豆匠区一至三席贫户及邻近的人爱之家,教养愿于北台南家福中心提早带给他们一个欢乐的年节,麻豆区长宏庆瑶特别前往加油打气,肯定北极店普祭祀的人风一举。 北极店说,庙方未感念麻豆相亲对于庙宇的爱戴与敬仰,并协助辖区弱势家庭好过年而发起送暖活动。 庙方主委王北任表示,这次活动发放的生活用品包括沙拉油210瓶,5公斤重百米700包,三五金关庙面400包,酱油600罐,各级低收入户都可获赠,并发给低收入户500元,1000元及2000元不等的慰问金。 台湾大台南发展促进会第六年举办2018寒冬送暖幸福满满活动,有心盈、盐水、柳盈等第600户弱日户受惠。